歡迎來到33年 Ig Nobel Prize 雖然創立至今已經33屆 但是IG搞笑諾貝爾獎 每年固定在數字標明是第一屆舉辦 今年照例找來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 以視訊的方式進行頒獎 通常一宣布得獎者 總會因為怪異和誇大的研究主題 而引起嘩然 負責頒獎的羅伯茲博士 是1993年諾貝爾生意獎得主 他戴上了造型帽子 搭配IG諾貝爾的輕鬆氛圍 史丹佛大學研究員蒲聖敏 研發可偵測排泄物的智慧馬桶 贏得了公共衛生獎 他的致詞搭配法國雕塑家 羅丹的名作沉思者 讓人會心一笑 本屆文學獎頒給了以心理學研究名為 就是如心感的重複性語言行為的團隊 光聽名稱無法理解他們的研究主題 而看了得獎者示範解釋 可能也不會懂 莱斯大學研究員在死亡蜘蛛的身體放進了細針 原本蜷縮的八隻腳就會放鬆伸展 藉此研發出蜘蛛屍體機械爪 就像抓娃娃機可抓取形狀不規則的物品 而獲得了機械工程獎 搞笑諾貝爾獎設立十項涵蓋科學 衛生和工程領域的獎項 今年每一位得獎者獲得了3D列印的獎盃 還有面額10兆元的星巴威支票 只不過星巴威因為嚴重通膨 貨幣無法使用或兌換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